意大利一座水利发电厂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四人失踪 事发在意大利波隆纳附近的苏维亚纳湖大坝 当地时间9号下午位在湖面以下 约70公尺的厂房突然爆炸 造成结构部分崩塌 救难人员第一时间发现了三人死亡 并且将三名伤患送医治疗 但目前还有四人下落不明 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 但厂房还有进一步崩塌的风险 也大大增加了救援难度 至于爆炸原因初步认定 可能是涡轮机缺陷所引起